我是藝術工作者郭幻財還有陳淑梅老師 我們兩個這次受在鹿港公會堂舉辦延展 返鄉延展盡請各位觀眾來參觀見解指教 在鹿港公看到很多的鄉親大家很熱情的來參觀 我們這次感覺非常的高興 說實在的我們作品的好壞也是另外一回事 最主要的就是跟鄉親們相處在一起見見面 再來就是在鹿港公都能夠展出這個意義非常的深遠 就是我們很感謝文化所給我們安排這個時間來展出 我們說實在的我跟直樹偉老師兩個就從退休以後一起創作一起畫畫 生活過得非常的美滿 為什麼呢?因為一邊聽音樂一邊畫畫一邊那個那個 做實在的那個還有時候用時間去公開美術館 所以退休的生活就是我們剪得非常的那個很 很滿意很有很有很充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退休以後呢覺得這個 過得非常的美滿的生活 今天我們這個展覽 文化所幫忙很大 作品雖然是很多 他意思啊我們有時候那個時候是說可能掛不下 一共七十二幅可能掛不下 但是呢一排起來他又拖 那個隔壁這個空間又空出來 所以整個呢好像都能夠容納進去 所以稍微有一點急 但是看起來呢還算很好 所以很謝謝文化所呢 能夠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啊 回來那個故鄉那個展租 那我離開我們文化所呢 離開我們的那個鹿港啊 已經有三十二年 所以這三十二年呢 雖然是那個離開隔壁那書在彰化市 也不是說離得很遠啊 所以有時候呢會回來鹿港呢 我來看一看啊 躲一躲買一買東西 所以今天呢 那個回來我們這個 彰化展出啊 我自己的意義非常地深遠 觀眾大家好 那我們共衛堂喔 在最近有展出我們 郭老師跟陳老師的 水墨跟油畫的連展 那兩位老師是我們鹿港人 可以說是鹿港之光 桃李滿天下 他有很多學生 那今天的作品有七十幾件 那都是寫鄉琴啊 還有平常一個寫實的作品 他們的作品真的是非常優秀的 那歡迎有空來我們公衛堂來觀賞 我來進場他們的心路歷程 還有他們的創作的一些結晶 歡迎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這個人